Hello 大家好 我是Hailey 歡迎大家收看最新一集的《走出逆境》 我們《走出逆境》每一集都會和大家講一個熱門的話題 和推介一些旅行的景點 在開始之前 大家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和Like我們的影片 今天的熱門話題就是 魚龍嘉年華撒停後舉辦網購補和 我們馬上來看看 因應第五波的新冠肺炎疫情 原定在上個週末舉行的 2022本地魚龍美食嘉年華 在舉行前兩日被政府臨急撒停活動 有魚龍商品大訴苦 修成慘成泡影 有蔡龍直指因為農產品的保鮮期短 已經扔了超過200公斤的產品 初步估計損失至少大概4至5萬元 坦然扔到肉赤啊 又說對於為期兩週的網上銷售安排 不要太大的期望 只是希望做到以往10%的生意 網上銷售平台一連15日舉行 現在至少70至80個商戶參與 旺角花虛公園舉行的 本地魚龍美食嘉年華 就因應疫情取消 已經連續兩年停辦實體的市場 雖然魚菜統營署 原定的網上銷售安排會如常舉行 但相隔4天 相反就指農產品的保鮮期有限 有人隨即自組農墟散貨 亦都有人無奈釣貨 其中有份參與的水龍方水間龍場場主 劉先生就表示 自己在3個月前已經開始為活動籌備 種了幾百公斤蕃茄 3,000棵沙律菜 亦都有青瓜等中高價的農產品 他說自己自從2020年起參與活動 3天實體活動可以有3.5萬港幣收入 做3天等於農友做幾個月的工資 但政府一句取消 生意隨即發揮 他又說由於農產品保鮮期只可擺5天 加上貨量大 農場中僅有的5、6架大雪櫃 未可以全部做保鮮 唯有扔了超過200公斤的農產品 直然扔到肉斜 他初步估計損失大概4至5萬港元 雖然去年的疫情下亦有試過網購 但他坦然成效一般 只是做到大概4,000元的生意 預計今年將會更差 因為沒有宣傳 又同時要與過百間的相反競爭 期望做到以往10%的生意 為期兩周的本地漁農美食加連環網上銷售平台 市民可以上網購買產品 平台會派人每日到漁場、農場收貨 再透過物流中心配送到家 除了買漁農產品 顧客都可以在官方網站以VR形式 遊覽漁業和農業科技展覽區 另一方面 主辦單位會在1月11日起逢星期二、四、六、 晚上8時半在官方Facebook專頁舉行直播 活動包括農友和魚友分享 攀任的示範和有獎問答遊戲 詳情可以看本地漁農美食加連環的Facebook專頁 在影片的最後 我們一起來看看今天的疫情數據 謝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 ti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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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dy vi wouldi 要試遠 後面 Jesus 我 你們 什麽